大家好 不是蒙不過江 不是真人不露相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門道 好 今天這個大盤它是開第一震盪走低 收盤下跌115點 禮拜一漲的 昨天跟今天全部都突出去了 那面對這樣的盤子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心裡面一定會有一個疑問 怎麼樣的疑問 這一波的反彈結束了嗎 我跟各位講過 我跟各位講過什麼 我跟各位講過啊 這一波彈完之後後面會再跌 所以我已經不斷地告訴各位 這是一個反彈波而已 後面會再跌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個反彈結束了沒有 好 我們今天先從兩個角度來跟各位談 第一個 第一個 今天為什麼會開低走低 第一個 今天為什麼會開低走低 或許 你會覺得說 因為外資期貨不空啊 可是各位投資朋友 外資期貨不空 是你怎麼樣 昨天收盤後才知道嘛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今天會開低走低 因為怎麼樣 因為中韓簽什麼 FTA啊 這個都是事後的訊息 那有沒有辦法再事先知道說 這個大盤會回檔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嘛 有沒有辦法知道說 今天這個大盤它會開低走低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從兩個角度來跟各位談 一個談什麼 談今天為什麼會開低走低 另外一個談什麼 談這個反彈結束了沒有 好 我們先從第一個角度來跟各位談 今天這個叫做一點低的長黑盤 好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啊 如果你還有印象 我在10月23號 10月23號幾天 大概三個禮拜啦 剛好21天剛好三個禮拜前 我跟各位講過 我跟各位講過什麼 這是10月23號 我跟各位講過的大盤分線 我有沒有告訴各位 一點低盤會有兩種做法 對不對 一點低盤會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開低走低長黑 10月23號在這裡 當天是小紅小黑喔 這一樣一點低喔 這10月23號的分線喔 這是不是10月23號 當天是小紅小黑喔 可是今天為什麼長黑 今天也是一點低啊 不然我們來看看 這10月23號 來 我們把鏡頭拉進給你看 一支 兩支 三支 這一支 看三支就好了是不是 是不是看三支就好了 我每天告訴你都是看三支 不管哪一種都是看三支 那我們再來看今天的大盤 今天是不是前面三根 我們拉進給你看 一根 兩根 三根 這三根K線只有這個低點 這是不是一點低 你自己看嘛 我放大給你看 我把圖形放大 這昨天收盤的位置嘛 光棍嘛 11 111.5 昨天收這個位置 今天第一根開低 對不對 最低8991 第二根最低8993 第三根最低9003 這是不是三根 這三根這個是不是一點低 這三根是不是一點低 那為什麼一樣一點低 11月23號它會小紅小黑 而今天怎麼樣 今天會長黑 是怎樣嘛 為什麼嘛 我說我們在看一個盤式 我們在看一個盤式 你最起碼要把當天的盤要看懂 我今天盤中我跟我會員講 我說今天長黑不用看 只要是我會員都有收到這通訊息 那為什麼今天會長黑 為什麼今天會長黑 看過我上 看過我這一卷DVD啊 有拿到這一卷的啊 不管來報名上課的 還是買我DVD的 我知道DVD要賣3萬了 你會陪我課程跌 你會感到跌 意思一樣啦 但是這個重點不是價錢的問題啊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不管你來拿我的DVD還是拿我的課程 對你來說都是印鈔票啦 因為你把可以最起碼 你可以把今天的盤看懂 為什麼今天會開D走D 為什麼這個小紅小黑 為什麼這個開D走D長黑 我是不是一開始 11月23號的時候我就告訴各位 我說一點D盤會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小紅或小黑 小紅就是小掌 小黑就是小跌 另外一個就是開D走D長黑 你有沒有發現今天讓你看到長黑 為什麼 我說只要碰到我就有機會告訴你 你有沒有發現說同樣開盤 一個一點D小紅或小黑 一個會長黑 今天是不是就長黑給你看 是不是一點D 同樣三點高也要有兩種做法 目前你還沒看到第二種 將來你還會看得到第二種 同樣一點高有三種做法 對不對 講了很多次了 三種做法 一種兩種三種對不對 三點D的兩種 開D走高開D走高開D走D 這個還沒碰到第一種 對不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為什麼今天會拉回 為什麼今天會拉回 我說為什麼 價位 判斷主力如何企圖 如何控盤 我剛講過 如果是因為外資期握補空 你昨天收完盤才知道 對不對 那我們可不可以領先一天 領先一天在外資 你昨天收完盤之後 就知道說這個大盤會拉回 你可不可以事先知道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要怎麼去判斷 價位 我不要說 再給你看一次 讓你用眼睛看 畫好喔 這東西我有沒有給你改變過 來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把鏡頭拉近給你看 我有沒有給你換過 上次的拉回 好 上次的拉回 各位投資朋友 上次的拉回是不是在這一根 這一根長 長到這一根 對不對 這一根長 長到這一根拉回 我是不是給你看過了 好 我們來看上次的拉回 在什麼時間點 是不是在這裡 這天什麼時候 我們把它堆開 11月4號 11月4號 這一天 11月4號嘛 對不對 一直回到哪時候 回到禮拜一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過 這個價位 站上去 一直到什麼時候 昨天 這個在哪時候 這個在哪時候 來各位投資朋友 你來看看 昨天 11月12 11月11號 12點15號 15分 這一段長到這裡結束了 你看到這個空 你看 出現賣訊 有壓力 壓力佔得上去 上不上去 上不去吧 所以為什麼要拉回 這一樣的道理 這出現賣訊之後 有壓力 壓力有沒有佔上去 沒有嘛 所以就是一定 就是會有拉回這段嘛 那一樣的道理 昨天出現賣訊之後 會有壓力 壓力佔得上去 佔不上去 佔不上去他就拉回嘛 所以為什麼會拉回 為什麼會拉回 你覺得是莫名其妙嗎 從哪裡看 價格 所以我們標題我告訴各位 主力超盤手法 價的玄機 就是從價格 來判斷什麼 主力要不要拉回 主力如何去控盤 主力要不要往上漲 這是不是空 來我們拉近給你看 空了就拉回 有賣訊就拉回 有買訊就上去 有賣訊就拉回 這不是短線主力要怎麼做 你通通都很清楚 行不行 所以我說我的課程 你在外面學不到 這個是台股主力控盤 我說過我不是拿軟體來 要賣你軟體 不是要賣你軟體 你看我這軟體 這照著做這是不是印鈔機 這是不是印鈔票 來我們鏡頭拉近給你看 空就是路 鍋就是鍋 空就是鍋 鍋就是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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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不是每天印鈔票 是不是每天印鈔票 這個東西我設計 所以我說過 鍋就是鍋 鍋就是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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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有的住花蓮 他說他們真的沒辦法 時間也排不出來 你就拿我的軟體回去 每天就是在印鈔票 你要做指數 每天就在印鈔票 短波 短波的漲也好 跌也好 那個沒辦法去算 那個不是價錢的問題 但是我先跟你講 軟體有傳輸費 軟體有傳輸費 費用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比我的課程還高 事實上也是這次課 最主要原因是這次課程 我給你優惠啦 所以基本上 值不值得 值得嘛 費用最高就是值得嘛 因為你在印鈔票嘛 這個主力控盤價位 這個怎麼來的 來上課就知道 你不用擔心你不會 我講過了 你可以帶 可以錄音 你可以帶你的筆電來 我幫你弄 我幫你弄 上完課當天印證 但書只有一個 你不能寫軟體去賣 要賣我不會自己賣喔 你不能教別人 你不能是同業 你只要符合這裡的規定 簽個切別保密書給我 OK 我歡迎你來上 然後呢 名額有限 好 第二個 這個反彈結束了嗎 要看一個點位 要看一個點位 這個點位沒有破 沒有破 它還有最後 我再跟你強調一次喔 還有最後彈升的機會 還有最後彈升的機會 因為這個最後彈升的機會 各位投資朋友 有時間有空間 我告訴各位都非常非常的緊迫 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限 所以為什麼 我在這禮拜天 這禮拜天 我要辦一場網路的講座來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時間很緊迫 空間很有限 我沒有空出去 那辦網路講座有個好處 我不用出門 你也不用出門 你愛幾點看 你就幾點上我們公司的官網看 你也不用出門 這樣子大家都方便 不用舟車勞頓 你的時間你想幾點看都幾點看 你只要禮拜天 禮拜天 上我們公司的官網 你就看得到 這一次有報名獎座的 我還準備了一份禮物送給你 什麼樣的禮物 參加11月16號獎座的 免費贈送 頭部成型的電子股資料給你 為什麼要送這份資料給你 這是我的心意 在最後的那一段時間 送這些股票給你幹嘛 給你放空用的 顧標等等我們這裡說 讓你放空用的 你也要買 所以頭部成型的電子股 不管要不要放空 不放空你也要買 所以這份資料 一樣 我們在開播之前 我會送給你 有興趣的 跟我們助理人員登去 我今天有開始在準備 準備好會傳給你 你只要有報名的 我們助理人員都會傳送給你 好 再來 談第二個重點 這個點位沒有破還有 談生的機會 我寫在傳承稿 我不告訴你 我跟你講摩根獻貨就好了 摩根獻貨等於台股100檔 加全 100檔全子股 下去怎麼樣 下去綜合的 所以會有摩根獻貨的指數 一樣的意思 好 那上次跟各位談摩根獻貨的時候 是11月27號 在這裡 當天 我們跟你講這個點會沒破 沒破它會持續往上 有沒有往上 對不對 今天告訴各位最後一次 那原理怎麼來的 你一樣要來上課你才知道 不然你都不會知道 你永遠不會知道 我沒告訴你你永遠不會知道 全台灣也不會有人告訴你 也不會有第二個 所以這個大盤 還有沒有最後一次拉台的機會 一樣 摩根獻貨我告訴你 這個 我們留著將來印證 326.2 拉回來 362.2 沒有破 還有最後彈生的機會 萬一破了呢 破了我告訴各位 就剩下時間而已 所以不管這個大盤 還有沒有最後一次彈生 各位投資朋友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要上我們講座的 休息廣告時間 跟我們注意人員怎麼樣 做個登記的動作 登記完之後 這兩天 我這份資料準備好之後 免費送給你 有興趣的 跟我們注意人員下旬 我們確實一下進行廣告 馬上回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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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豪景 台北温江南大宅 2805 9898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得投顾 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路会咨询专线 02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力气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甜你的投顾 顾得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爸爸 鹅排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 剩下时间跟各位谈谈这档股票 我说如果有一档股票 每张可以算10万 你有没有兴趣 我们先不用谈多或空 其实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 道理都一样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你只要在这个市场 只要能赚到钱 做多会赚钱 你就做多 放空会赚钱 你就放空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对不对 只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 那我跟你讲过 我为什么看通这档股票 我有跟你讲过原因 没有跟你换过 我说长线出线转折向下 这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利多出镜 而且头部已经完成 这哪里去 好 我们镜头拉近给你看 这是哪一档 昨天我们跟你讲 位阶不同 这是不是可乘 那你再来看可乘 它是不是连这个低点都破了 连这个低点都破了 这个10月17号大盘低点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18501的隔天 可乘在哪里 可乘在这里 对不对 各位投资朋友 你去看 你说散户为什么会赔钱 这个都不是莫名其妙 你自己去看就好了 你自己去看 在这个观点来一直接 你有看 这龙之鱼 你有看吗 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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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300多块 跌到200多 它应该要反弹了 然后赶快去抢 可是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从长线的角度来看 你从长线的角度来看 它刚开始跌而已 所以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这个长线出线转折向下 向下 不是往上 这个涨这么多 下来之后 各位投资朋友 我如果你说一支股票 一支就能赚10万 10万 不是稍花钱 你比较无资金的 你二十几万 你也放空一张 是不是 所以说 股票 没有什么做多做空的问题 我录影的时候 碰到同学 问我说 你做多少要做空 对我来说 没有做多做空的问题 我空我有空的标的 我做多我有做多的标的 我空的股票 它就是要落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跟你讲红杰科 温潭的 有去吗 为什么 因为每档股票 每档股票的位阶 这个叫做位阶不同 你从长线来看 它才刚往下而已 才刚往下而已 你反过来说 你不管买在哪里 你都赔嘛 你反过来说 不管你空在哪里 你都赚嘛 是不是 是 是 说这个 还没去我告诉你 没去便宜 账出条我会跟你说我出条了吗 我会跟你说万因吗 对不 不是叫你再买 你真的一定要买股票 我跟你讲而且不受大盘影响的 我没有跟你换过就是这一档 我跟你说这一档就这一档 做多做空我都有标的 但是现在可以做多的股票 已经非常非常的少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股票都头不成形 所以我才会送这份资料给你 是有原因的 是准备给你 你才上来真的有最后一段拉抬的时候 是要给你卖的 所以这支股票 是少数唯一能上涨的 还有空间的 最少五成 有兴趣的 我们一个优惠专案给你 要上课的 把握最后的名额 剩下有限的名额 要买软体来公司看都可以 限量十套 要参加讲座的 打电话跟我们助理人员登记 时间关系跟各位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谁说了赛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得投顾都有期货 股票双证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过股票双证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顾 顾得投顾 头痛 行用五分珠 去记得 请用记得无分珠 无分珠 快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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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俄排清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十米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俄排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 也是 带用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平价婚礼 顶时享受 幸福就从一朗开始 关于幸福等待 就像是我俩人生故事的前导片 给你一场高贵不贵 美丽回忆 老店新开 风华再现 一朗以全新面貌 为您服 豪宅建筑大师林永发 打造林口新艺术建筑 第一宅 新北影视特区 1600瓶壮阔基地 双兵大司房 家贸机构第一宅 壮并落成 02-2609-8888 脱退工备啊 我已经找到何个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 第二宅